今天 没卡了 七月十五 我又在这总搬车 现在是六点二十六吧 刚才是二十五 有时间就录了吧 刚才从家里边往下走 看见一群老太太 拖着小推车 这边去 赶集 我们那附近有个小集市 然后英利二期吧 每逢二期有个小集市 然后看见一群 刚才是几点 六点出头吧 我看到了一群动物去觅食的感觉 拖着这车匆匆忙忙的往那赶 就想尽快的 最早的去抢到最新鲜的食材 真怕被别人抢先了 然后呢 路过车站那 车站因为靠着这个 集市很近了 有人在喊在打架 不叫打架 在吵吵 然后可能是因为贪位的 贪位的这个位置 因为那个集市里边也就干这事 吵架 又听到了动物为了生存权 在搏斗的感觉 抢地盘 大家都不可否认人是动物性是很强的是吧 但是人有真善美的一面 这两天不是看那个和平饭店吗 就是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党员们 抢脱鲁撒热血 为了一个 更美好的明天 为了这个 叫什么 利他的大爱 确实很伟大 有学习的 学习的 我希望 我不是我希望 我 做梦的时候 经常能够梦到世界非常美好 人类之间互相充满爱 我梦到另外一个星球上 有一些 为了他人 号称为了他人 牺牲自己的人 牺牲完之后 这些人该啥样啥样 内心可能会有一些 以为是善 但到底是不是善 甚至会有恶语的眼泪流出来的 那个星球不知道有没有恶语 会有一种动物的眼泪流出来的一种 怜悯 自以为的一种悲伤 和崇敬 有点恶心说的 刚才吃了三个包子 可能包子不太好 跟我说的事没有关系 昨天不是晚上的时候露了一段 在家里面 幸亏露了 回家就洗澡 脱光睡觉 不然有点麻烦 昨天看什么的 刚才晚上一点书没看 9点多吧 那阵声 就看什么东西了 你看 真不如看书 看半天看热闹跟没看一样 睡觉听过枪下三人行 枪下三人行的玩意吧 也就是听过热闹 你若是脑子里有东西吧 你看看 引起下共鸣 但也没有什么卵用 脑子没东西吧 看个热闹 也看不懂有时候根本就 他说的事 他想表达着意思 你能听懂 他有意思 对不对 像我这样有内涵的人 能听懂 别气 等会几点 5点40又起来了 所以上班 我好像经常这个录录视频的时候吐痰 这是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应该受到谴责 这样会把细菌传染给其他人 应该不会来舔是吧 空气传播 你听这些大卡车 小轿车 排出来的毒气 卷起来的这些灰尘 比我这口痰要多 我不吐的话 他们也没东西卷 大家都不吐就好了 对吧 你看我的说法 有问题不想自己 说大家 大家都不这样就好了 大家都干这样 我也只能干这样的事 对不对 昨天 我是 8点 走的 然后那几个哥们 我看的 时间算了算 就8点半就走了 他喝酒上就我这傻皮枪喝 我喝就带着他们喝 哎 这么一击 我要记录下来我现在这种上班烦起来感 烦 烦躁的感觉 哪天我说不上班了 在家里郁闷 说哎呀 我 应该上班了 太幼稚了 一定要好好看看现在自己多么难受 多么反感 我现在就感觉上班就是浪费我的生命 而且到时候导致我现在这个 很疲惫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时间去睡 自己时间去醒 必须按照这个上班的时间来 这就消耗我的生命了 当时哪本书里边他们拍一张照片 说这个工作时间跟寿命有直接关系 我相信 特别像我这种傻逼的 工作的时候还喝酒 不工作就不喝酒了 熬看看吧 熬的看熄不熄功 挖九月份的 猜不猜圆 会有变数的 前一条我感觉好像工作还挺有劲的 有些问题放那不处理吧 自己看难受 就我这种傻逼吧 然后领导跟我说话 我还是像狗一样 很自然的心里边那种狗那种奴性 就蹦发出来了 蹦发这个词用的一点套都没有 就是蹦发出来 非常愿意去舔 不是去舔 就是这种 奴性 毕生 那天看哪一集 像说是这个 还是哪 哪别的节目呢 中国这个地方是 看见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我感觉我心里边就有这种奴性 一个卑鄙的一个 可耻的一个动物 为了自己的生存 就马上那边就 脑子就迷糊了 不可笑 不可笑 好了 打青刀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